《亞洲》 未做這間餐廳之前 前身也是茶餐廳 叫做輕法茶餐廳 我們當時經常在這裡吃早餐 前身的老闆就離開澳洲 不做 不做去問我有沒興趣 我覺得當時這條街又沒有那麼多食物館 是很少的 我覺得OK啦 你移民做,我們就頂了你做 1999年的時候是很少的 數起來都不夠實際 到期這條街呢 食物館越來越多 開到現在,如果你每天幫忙一間 兩個月都吃不完 在20年的時候真是好 即是漁獲很多 對,漁獲很多 他們賺到錢 那些漁獲很多錢 回來後也很捨得吃 總之很闊老 那些漁獲回來 是在海裡沒有什麼肉 沒得焗 沒有肉吃 小肉吃 回來後很熱 嘩! 拍摩摩雞飯 他有些魚回來 逆足給我們 我們晚上有些魚精 或者石斑 斑斑炒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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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斑斑煲都有 就是互利 普通的餐廳 通常都是揚州炒飯 肉絲 肉絲炒飯 一般炒牛河 但我是水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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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是比較另類的 我們是做開魚人生意的 我們就用過魚人生意的 我們就用過魚人生意 做過魚人生意的 燒牌 然後龍斑炒河 我剛剛1992年開始開這間店 之後那兩三年 有些魚船捉到龍斑有幾百斤 我們曾經湯過最大那條五百多斤 當時我們湯第一條就沒有那麼大 大約是兩百斤 我們湯之前都會擺十八斤 因為個個都知道我們這間茶餐廳湯龍斑 魚船一捉到龍斑就通知我們 我們通常都會要的 都會要做魚湯 一湯到龍斑這條街就很虛行 當時我們在門口湯 那些人就圍住 你就買一斤肉 你就買兩斤 你就買龍斑翅 就是會直接賣的 是賣的 街坊住的街坊買的 有些龍斑肉 那些肉我們在這裡做龍斑扒 買龍斑片 買龍斑托 以前那些野生龍斑 這十幾年是少了 以前湯過野生的 就有幾百斤 幾百斤 現在就沒有野生 現在這些龍斑 全部都是養的 沒有野生龍斑 現在我們這三幾年湯 都是在海南島養的 大約是四十斤至六十斤 都做了二十多元 又一天做一天 這行時間長十幾個小時 現在那些年輕人 很少年輕人 就肯去做這行看 時間長又不是賺得多 好像我們這些 就退休了 要有些事要寄託 為甚麼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